好,可以 好,那 就是大家如果聽不到我的聲音的話 再提醒我一下 因為有時候我突然講話會變小聲這樣 然後在開始之前先跟大家說 就是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 就是那個書上的程式嘛 不太能用GCP去跑 就不知道為什麼它在跑某一段的時候 會讓你的GCP down掉 所以就只能用collab去跑 那我有把檔案放在那個雲端上 那這裡 就是它的6.3這個部分 是要講 就是把RNN來 就是做一個範例 那這個範例主要是 它有一個是 2009到2016的檔案 那裡面是記錄每一天的氣溫 然後每一個肉是以10分鐘為單位這樣 然後我們可以先看它的 那個 那它前面就是我先讀 這樣大家看得到嗎 這樣 2 就一開始它是先把那個套件讀進來 那前面是 比較基本就是先把檔案讀進來 然後我們發現它有 那個 42055一個肉 然後15個column 那裡面主要就是記錄它的時間 就剛剛說是以10分鐘為一個單位 那其他14個就是一些比較 是跟氣象有關的東西 然後一個就有些是那個氣溫這樣 那它首先會先把每個月的溫度跟每天 就跟直取前10天來看 就這兩張圖的 我稍微講講 你這樣講我話 好 所以 剛剛雅如說的 6.2是跟大家講什麼叫RM 那6.3它想要把RM的應用 跟大家做件事 那基本上講兩個不一樣的應用 那另外它還是做 用那個IMB來做使用RM做一個 這樣 所以6.3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一個 一個章節這樣 那6.3這些例子 你如果在一個GPU的機器跑 你從頭跑到尾 大概要跑 17、8個小時 我上次試過一次 即使你用GPU 所以 你要不光是把這些例子 把握一邊當中 這是為什麼現在LLCM被淘汰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因為它淘汰太慢了 這樣 沒有人受我們兩個這樣 OK 那 所以雅如現在這邊講的話 我們就 很沒有辦法 就是一個一個container是讓你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要看看說 RM可以做一些什麼樣的應用 因為RM的應用 到我們真的用現在的技術去做RM這些事 那些應用還都在 然後它的應用是讓你比較複雜的 好嗎 好 然後我回頭來講 第一個例子就是 其實是這個 其實是這個 哇 怎麼會 我怎麼喊 你先不要 你先不要走 喔好 好像 謝謝喔 我趕快去看那個 如果你們死 沒有 那 這個就是那個資料 你知道嗎 它這個資料總共有 42萬里 然後是每10分鐘做一次紀錄 它是幾乎裝在屋頂上的一些sensor 對吧齁 然後其中有一個sensor是氣溫 這樣什麼 所以有 除了時間之外 有14個欄位 那其中有一個欄位是氣溫 這樣 然後它現在要做的就是說 用 好像是5天的這個分量 給你5天的資料 然後叫你預測 24小時之後的紀錄 OK 所以 這樣講的 這個問題 對吧 我說它 它有一個非常長的時間區別 是一個 多變量的時間區別 那總共有 時間之外有14個欄位 那其中有一個欄位是氣溫 然後 然後它給你5天的這個資料 然後叫你預測24小時之後的紀錄 你要曉得嗎 這是它第一個要做的 嗯 所以 這跟語言沒有關係 純粹就是 時間區別而已 對吧 嗯 好 那 喔 這裡只是它 就是這兩張圖 只是為了介紹說 以就是 這是一天的氣溫來看 然後 這是以那個 用以月為單位的氣溫來看 然後 這兩個單位的就是 嗯 就是氣溫的變化很大 所以它就希望能夠透過 嗯 標準化去處理這些 就是單位不一樣的問題 然後 嗯 就是它 喔 這裡只是基本的標準化 然後下面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 一般我們在分那種 Train Data 或是Test Data 不是都會把全部的Data 就可能 比較簡單的處理 就直接切成什麼7比3之類 就是70是Chain Data 然後30%是Test Data 但是它這裡比較特別是用一個叫Generator的東西 然後去分別生成剛剛所提到的那個Chain 然後Test跟Validation的Data 那它這裡有很多奇怪的命名 就是有什麼Look Back 然後Delay 就剛剛老師有提到 那我覺得用那個圖會比較好講 咦 好像是這樣 喔 就是這裡 就它剛剛有很多個那個 呃 它命名的名稱 然後它 呃 這裡是以它 它以那個 要產生Train Data的Generator類 那個為例 然後它是取第一筆到第二十萬筆 為一個區間 然後剛剛老師說 他說他給他五天的資料嘛 然後叫他去預測 呃 24小時之後的那個氣溫是怎麼樣 那他 呃 那個五天 他這裡的那個命名是Look Back 然後他 呃 因為他這裡是設定說要預測一天之後 那Delay就是 他設定的那個一天之後的名字 那 呃 他裡面有個東西叫Step 他的Step是設定是 呃 呃 一個小時 因為他是可以把那個Look Back 呃 因為五天就是120個小時嘛 然後他的Step是一個小時 所以他可以用Step把那個Look Back 切成120 然後乘以一個 呃 乘以這個 呃 就這120個區段 然後最後呃 產生出一個Sample Output 那他的Sample Output長的是這樣子 就是 他 嗯 因為剛剛有說是切出120個區段 那每個區段其實就是一個Sequence 還有他是一個120乘以14個Variable 就是剛剛不是說有 他是有15個變量啊 然後他是除了時間以外的那個其他14個變量 那以Output的那個 就是他的Dimension來看的話 他是有 呃 就是以這裡來看是120個Sequence 乘以14個Variable 然後有一個Target就是 他的那個氣溫的預測 就是120個Sequence 乘以一個Target 那那個Batch的話是指他裡面 在城市裡面設定的Batch Size的大小 但是來Target不是Batch嗎 其實你這樣講是點頭 你這樣不是點頭嗎 對 就一次放去 整個 應該說是一次放去一整批的這個訓練資料 是一個Batch 一樣 我們說模型嘛 那 其實就是要 要找到一些係數對不對 要找到一個 一組最佳的係數 使得誤差最小 你知道嗎 然後你會 你會資料到神經網路模型 不是一次位 你知道嗎 因為這樣太慢 所以 128的Batch Size的意思是說 一次位128 資料進去 一次位給GPU 然後他用GPU去算 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這個Batch Size 通常是Depends on GPU的Memory大小 你買那個 很Power的GPU 那你就被老Batch Size大一點 你能讓這樣的話 他用GPU 一次比比較多 的資訊過去 對吧 所以Batch 是這個意思 不要忘記 神經網路做訓練 他不是一比一比資料判 他是一個Batch判 一個Batch就是做單比資料 因為他都是用矩陣運算 對不對 所以可能就是那個最小的 一次位資料的大部分 會不會比較Batch 嗯 那 那接下來又切回去 剛剛的那個程式的部分 欸 好這邊 那他 剛剛的那個Generator的程式 他是寫在這裡 那我們就不用細看這個地方 因為他後面就是 他會直接call這個 function 然後 然後 就是像Chain的話 就剛剛有說過 是從 1到20萬嘛 然後 他說 他這裡shuffle等於True 就是他可以 隨機去 就是換 各個 就是他 他不是按照順序的 他可能會對調他的順序 這樣 然後 Batch Size就是剛剛 老師講的那個Batch 然後其他就是Validation跟Test 他就沒有特別把那個 shuffle等於True 就他的順 他還是維持他的順序這樣 然後下面的 喔 這裡就是直接產生資料而已 那 他這裡把這些資料都處理完之後 他就用了第一個模型去比較 那第一個就是 呃 他之前 喔 第一個是 呃 比較 小的那種 neural network 他這裡只有把資料拉平 然後用 用兩層去把它 就是 去跑這個model 那他這裡的 結果就是 這樣子 咦 他這個結果就是他的Validation的Loss 差不多是在 0.4 3 接近 呃 就快要接近0.4這裡 好 那他覺得這個 就他 因為他這裡沒有 沒有照順序去看 因為他是直接把那個 Data 用Validation 所以就 少看了他的那個 順序性的 那個 那個 特色 對 所以他就想說可以用那個RNN的方式去保持他的那個 那個 feature 這樣 好 好 然後他 呃 他這裡是 他這裡的設定是有20個epoch 然後 每個 喔 了解 你其實可以跑對不對 喔 可以嗎 可是很慢 可是不要train 不要train 不要train 喔 他就只有這裡 你跑到這裡然後坐那個RNN上去就好 好 好 我意思是說 這樣不好 哇 就是 可是 我覺得 我是不是在這裡序號不好 我覺得 我要是不好 我要會動 等一下 嗯 咦 好 換位置看看 喔 其實你如果都 連那個RNN上去都看的話 你這樣講就沒有什麼意思對不對 嗯 但是你不要跑那麼多錢 因為會不會要罵 所以你要怎麼做呢 你應該是 到最上面 要好多的東西 對 所以這邊你還是要先跑一下對吧 嗯 哇 可是這裡 這樣好 這樣好 在我的機器嘛 對不對 我有即使 用我的跑 嗯 因為我的寫的比較簡單 一點 哇 哇 桌面在哪裡 看不到 真的是 欸 太小了是不是 嗯 好 然後桌面是不是有個CH6 看你看 CH6 對 好 好 好 我用我的 PC跑 然後他做的其實是一樣的 好 嗯 一開始就是要 他這第二段的時候很奇怪 你在音樂上面跑不起來 然後 在PC上才能跑 我不知道為什麼 嗯 嗯 這個是他 準備資料的部分對不對 剛剛姚如已經講過了 所以我們一路跑到HOW 嗯 嗯 找我好像 好像 好像忘記做這個了是不是 我快點吃好了 好 所以這邊是準備資料 抓到 然後 這邊的話它是在算那個 嗯 它有算一個功力叫做BestMind 就是 嗯 有點像是說我們要做一個 做模型之前我們先用拆個 這樣 那就是說 我模型做起來總是要不用拆的好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用 如果我們這個做模型用拆的 那他現在用現在的氣溫去 預測24小時之後的氣溫這樣 如果我們這樣拆的話 我們的MAE 是 0.27752 這樣子 OK 然後 然後 他要拿這個做基準 我們模型做起來要比他好才行 OK 嗯 然後 然後 然後這是我們的第一個模型對吧 是嗎 對 然後 然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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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是他會 你 你 你不叫做 Keras 那你第一次去做模型 他就會跑一陣子 就像他是在連體的GPU 對不對 所以這是我們的第一個 就是我們剛剛講那個Flatten的模型 看到了嗎 對嗎 他把資料整個扯平 然後就直接丟一個網路下來 train這樣 嗯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模型 嗯 然後 嗯 第一個模型 然後第二個模型是 下面那個 對不對 這一個對不對 嗯 哦 我們就直接做模型 做Model上文就好 好的 中文 現在是做到 現在是做到 這個對嗎 嗯 對 現在是對 欸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Model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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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第一個模型 對 對 那我們現在做的是這個模型 對不對 嗯 好 所以這個模型是 我們就把它塞到一個GRU裡面去train 對不對 嗯 然後 嗯 嗯 嗯 就是第二個模型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邊 就是剛剛有提到它有120個Sequence 那它都是 嗯 就跟老師講的一樣 是塞到同一個GRU 然後它可能 第一次就先那個 放 第一個Sequence進去 然後 運 就是運算之後 然後又繼續拿 就是拿第二個它去算這樣 然後一直到第120個算完 那 嗯 就之後它算出來會 結果會長這樣 但是 它發現好像有一點over overfit 因為它這裡的那個Loss越來越高 這樣 嗯 妳有沒有看到它很快就overfit 對不對 對 嗯 然後 喔 然後後來那個 嗯 所以我就想要解決這個 overfit的問題 所以他就 他想說用Drop out Drop out去 減慢它的訓練速度 然後也可以減少那個overfit的速度 這樣 然後 然後 對 塞在這裡就可以看到 好那這次他用Drop out之後 那個model的 長的樣子 那麼 等一下 這邊 注意看一下 這裡有幾件事 我們稍微再想一下 對不對 好 他第一次用GRIU 然後就是 因為已經是一個sequence 然後train出來 train出來 看到說 validation的accuracy長這樣 對不對 五個step就overfit 是嗎 就是表示說它學得太快了 是不是這樣 我們要學得慢一點 這樣 學得那麼快 你可能有一些細節你都學不到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會用Drop out的方式 就是讓他的學習速度變慢 對不對 是嗎 所以加了Drop out之後 結果是變 那上面的 對對對 這樣對不對 是嗎 你看 看一下這兩個區別 看一下這兩個區別 在這個情況下 你就會看到 哇我們學得非常的快 然後一路頂往下去 很快 就學到基本上 好像沒有什麼Hairball 這樣 對嗎 他的學習 基本上就是 只是學習到你的 train set 對不對 那我們如果想要 想要他學得慢一點之後 他就會變怎樣 就是他往下走的這個速度 就沒有那麼快 對不對 反倒是這個樣子 我們才能夠train到比較好的 manifation的狀態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sloven的好處 這是第一點要學的 第二點要學的是說 怎麼樣在RNN裡面加Drop out 你在FWD裡面加Drop out 是有一個Layer叫Drop out 你會加一層下去叫Drop out 他不是這樣 那個RNN的Drop out 你如果看書的話 他們跟你講說RNN的Drop out其實蠻難做 就是他們LSTM啊 RNN的人複雜了很久 增長了快兩年 才想說還怎麼樣在裡面加Drop out 加Drop out的方式是加在這個 加在這個裡面 你看 他現在是加在這個 GRE裡面 看到嗎 他Drop out不是一個Layer 而是你要在這裡面加Drop out 而且他會有兩種Drop out 然後細節我們會不會講 然後原則上你如果看到 然後意思是說 你如果做一做 然後你看到 看到你的Pervitation 多長這樣 那你就要在裡面塞爪到 然後塞爪到的做法就是 不是加一個Layer 是加在那個爪到裡面 然後有兩個可以剩 至於剩多少 我覺得就是用Try 問題是在RNN裡面Try 這個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每做一次就有好幾小時 所以你要踹到好不知道踹到什麼時候 對吧? 好 那就是老師剛剛講他加Drop Out之後 他的Performance有好一點 然後因為他這裡就看到說他 Over Feet的那種現象有少 所以他覺得如果要繼續去增強他的Model的話 就會有兩種方式 就是可以去繼續疊他的Layer層 然後第二個就是去試試看別的Model 那他這裡就是第一種方式就是先去疊他的層數 那這邊就是 他下面就有多疊這幾個 就可能用兩個GRU 對 然後就看一下他的Summer 大家就可以看到他多疊的這個 然後參數也變得多很多 那 他這裡是 這邊有個東西 注意看 喔 你看到他 他疊了疊了疊了兩個RNN 那第一個RNN他只用32個1米 第二個RN是用64 看到RN進去多少個 進去那個Maker是多長跟初RMaker 他們都一直不一樣長 你可以變 這個東西也是另外一個叫做Trine 我意思是說 他們不是講 你的每一個 symbol 都是一個 vector 這個 vector 的常用 input vector 的 ultimate 不一定要有樣長的 裡面寫那個 units 是 output vector 所以你看到他現在這個 你如果疊兩層 他第一層讓他的 ultimate 是 32 然後這個 32 會會到第二層裡面去做 第二層的 input 是嗎 那你沒有這樣做 所以你要在這裡設成 return sequence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因為你今天要對到下一層去 你不能只看最後面那一層 你要把一串都拿去換 所以好 那 既然就是這個地方要注意一下 然後這個地方要注意一下 對不對 好 那 然後他後來發現 加了多點層數有那個 就讓他的 performance 有好一點這樣 然後接下來他要介紹的是 雙向的 RNN 然後他 就這裡是剛剛我們講的一般的 就是直接從第一筆 就把他的 sequence 從 可能從第一天一直到第五天這樣子送進去 那雙向 RNN 他這裡就解釋成說是有兩個 RNN 然後像這個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第一個做的是 就是照著從 從第一天到第五天送進去 然後他第二個 RNN 是從 從第五天到第一天 就是他把資料 呃 就是反向的送 那再把他連結起來看他的 performance 有沒有變好 對 就是如果有一個 pattern 在時間裡面 那未必是 未必是 順時間的配合 有時候他是反時間的配合 對嘛齁 所以給他另外一個機會 另外一個機會去把反時間的配合 弄一下 嗯 這樣想到齁 那 喔 所以他 呃 他要先實做這個 就是反過來的 然後看他的 performance 怎麼樣 所以他 他這裡就是把 呃 他這裡唯一改的地方 就是把前面的那個 generator 的 就是他產生 data 的順序 直接把他反過來而已 所以他就在 再重寫一次 然後其實 其實也差不多 就大家如果要 詳細看的話 可以再看那個 code 就是 也是一樣很長 然後 然後 就是這個 generator 就是會反降 generator 的東西 對不對 對對對 喔 好像在這裡好像有 就我有把他改 改順序 因為他原本是把那個 雙向的GRU 放在最後 你就直接講雙向 用個by direction 的就好了 喔 好 他不是有一個 layer 意思是說 正向反向這件事 他已經有 在套件裡面已經幫大家寫好 對 你就直接用那個雙向的就好了 嗯 他有一個 layer 就叫by direction 的對不對 對 就是這裡 你如果要by direction 你就用雙向 然後 這個問題也會更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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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呃 他 哦 他如果用 reverse order 的 data 的話 他發現他的 呃 就他的 performance 反而 比剛剛的那個 baseline 還要還要強 對 因為他就是 這就跟 data 的特性有關係 因為如果你要看明天的溫度的話 你總不能從今天一直看到什麼 就是一年前之類的 因為這樣的他的預測性反而會變差 對 所以我覺得他這裡的意思就是說 要照著你的 data 然後選適合的 model 這樣 那你會等下跟你講說 以預測時間對認識來講 你做反向是不是 沒有什麼意思 嗯 嗯 哦 對 哦 還有一個就是因為剛剛有一個 就學長有提到說他的 會有 vanish gradient 的問題 所以你如果先把最 呃 就是呃 以這個來說 如果你把最 呃今天 呃 就是如果你要預測明天的溫度 然後你從今天當成第一個開始放 那他在計算的過程中 他在就是第一天對整個 output 的影響會是最小的 因為他是距離最最遠的那個計算 對 所以就大家要考慮一下這個 那個 data 的部分來選 嗯 哦 沒有 然後他他後面 因為他他後面就沒有圖了 所以我就直接用那個程式來跑 就他他後面跑完 呃 因為他發現反過來的 performance 比較低 嘛 那他後來又又把 呃 那就是那兩個 rnn 加起來之後 發現他的 performance 跟第一個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順時間來的 rnn 差不多 那那這 就就就這 這應該大家都可以想得到 因為就是 因為因為第二種的 rnn 他的效果比較不好 對 所以所以總和來講 應該會跟第一種的差不多 呃 那這個模型跑到我們大家要想 跟我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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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好 那 呃下面他 就是 他是用剛的那個 imdb 的 example 然後用 lstm 來跑 只是他他就跟前面一樣是 呃 就是 lstm 第一個是用反反向的那個 就是用反向的 sequence 去跑 然後接下來再把他們合起來 那他這裡跑這個 reverse sequence 的時候 他發現 他的結果差不多 因為 嗯 就他他的裡面的那個字的順序 對 那個 model 來說 對文藝的理解沒有像那種 呃 沒有像溫度那樣子影響那麼大 對 所以他 嗯 所以這兩種就不管是正向還是反向的 結果都差不多 呃 那最後他就用雙向的 lstm 再做一次 那最後就有發現說他 有 表現的比較好一點 嗯 那那大概 這個章節就是在講 講這樣子 嗯 那那看老師有沒有要補充的地方 OK 那 我覺得你應該要 講的是這個這個章節其實非常長的這個章節 嗯 只要我 呃 在這章節裡面他有 嗯 我們稍微再保護一下 嗯 嗯 是 這個章節其實我們 學了還蠻多東西對不對 所以我們稍微看一下 好所以第一件事是我們學到什麼 意思是說他第一個要講的是說這個所謂叫 common sense best one 第一次見模型之前 齁 那首先你要想一想說你或不見模型 你會怎麼猜 這樣 是嗎 這一件事很重要 所以你模型見完了之後要你這個common sense的 這種best guess要好才行 對不對 所以在拆氣溫的時候我們用現在的氣氫去拆24小時之後 那 事實上是一個best guess 對不對 然後你就發現說 接下來再開始見模型 他說 try simple model before the expensive one justify the things of expense sometimes the simple model cannot be your best option 意思是說 不一定要老是找到一個很複雜的模型 對不對 簡單的模型先試一試這樣 對吧 然後再來 然後再來 這邊是在講他會資料的方式對不對 我們在會人字嘛 大概也不需要消耗也不需要 sample 反正就是一句一句一句往裡面會了 對吧 可是當你做的是真正這種時間序位的時候 然後如果你會給你的training 是 因為到時候你要用這個模型的時候 他未必是從哪一個時間點開始的 就是 在你的模型他 他那種開始時間可能是連續的 對不對 所以他故意寫一個generator 然後用random sequence 來為資料進去他們做什麼 他是在講說 這個做法在某些時間序列裡面是必須要的 聽懂我在講什麼 就是 因為他是一個時間序列 可是 可是你為了要讓這個模型去 做模型是為了要用的對不對 然後你用這個模型的時候 他未必就是會順和時間這樣 以資料進來 對不對 所以 你應該讓你的模型 盡量去跟他的使用情境一樣 你知道 你知道嗎 那為了要讓他打到這件事情 然後你就要shuffle時間序列裡面可以好 而不能夠就順著時間這樣 一段一段一直會連續 一段一段會連續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你知道嗎 假設你因為他是五天之間的 對 所以你第一個五天未完 我現在假設是十二點半 第二個五天未預計他是十二點半 第三個五天未預計他是十二點半 就好 事實上你會有另外一個最終問題 所以你每一個生活都是中一十二點半的開始 可是事實上你會在十二點半 不一定會這樣 對不對 所以他這邊講到說 如果你碰到時間序列 你想 我說RNN是來處理序列 序列 序列基本上能夠分兩種 有一種是文字的序列 是不是 就很髒 那另外一種 基本上就是像這種的多變量時間序列 你處理多變量時間序列的時候 你不然你要小心一下你位置要輸出去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來第四點 To use drop out with recurrent network 那我剛講過 首先你要知道什麼是drop out 為什麼要drop out 你看到什麼樣子 你要做drop out 對吧 你看到說 你的validation 你看到說 你的那個 training的那個 那個 非常壞的往下降 是嗎 可是 你的validation 是 兩三個 或者四五個 epot就 就往上調 這樣就代表說 你的模型取得太快 是嗎 對不對 所以你要 像這個時候 你就會加找到 然後 記住一下 那邊加找到的做法 跟 FIT4WINNOWS不一樣 那是加在layer裡面 而且有兩個 可以設定 OK 好 然後再來 RNN是一個可以stack起來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在 你可以在 你可以在這一顆RNN上面 再加一顆RNN 沒有 再加一顆再加一顆 那 我們 下個禮拜要講的那一種東西 他基本上 這種結構就會加十幾層 就是這樣 各位 各位記得 我們有學過CNN 對不對 CNN 我們有學過CNN的PTRAIN 對不對 是嗎 那你現在BGG16 不知道多少什麼都要記得 隨便講一下 好幾百個對不對 是嗎 所以說那種 真正TRAIN的很好 對不對 PTRAIN的那個RNN 他也是很過程 然後你就要記住 你當你 當你架很波長在一起的時候 當你這個RNN不是 如果你只有一層 然後你這個 一個字一個字進去 到最後就是那個 O500出來 然後這個O500 感覺是 長度是32 那你就做一個SIGNAL出去就是 對不對 是嗎 那 可是萬一要是 你不是直接出去 而是上面這邊加到一個 加下面 不是 X 如果你有兩個RNNN加在一起 這樣 是嗎 然後這邊進去第一個字 然後我這邊就會 第一個O1出來 對不對 是嗎 對不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這裡那個 Return sequence 就要寫什麼TRAIN 對不對 是嗎 所以這樣的話它才會 等於你這邊進去是一個 500個字的 sequence 那我這邊還是一個500個字的 sequence 這樣 對吧 所以 直到最後這一層 你讓它 你再去最後那個 最後那個 最後那個 那個啤酒 這樣 這樣 所以它的結構是長這樣 那還有一種叫 Return sequence 對嗎 那 搶穿的基本上 現在是對東西都寫在 在套件裡面 然後 你只要 你問這個也要用這個 然後你剛剛就照著這樣做的事 只是它要TRAIN很久 你知道 好不好 所以這邊 在這裡 它學了 它教大家 怎麼樣用RNN去做 時間學略 怎麼樣RNN去做 文字處理 然後 讓你看到一些不一樣的RNN的架構 然後 我告訴你一些使用RNN需要知道的 這樣想吧 好 老師我 我講完了 OK 再叫 我給我收拾一下 我給我收拾一下 是嗎 先保住 請坐 我給你